那么这两个组织 他们在对保守派的斗争当中是同盟者 但是他们对于如何影响南京的文革运动 他们是潜在的竞争者 这样就是到了夺权的时候 两派发生分歧了 实质的问题是由谁来主导夺权 那么反过来也就是今后谁就会在过渡性权力机构当中发挥主导作用 那么两派争持不下 后来八尔七这一派就已退出向要挟 结果洪总那边不为所动 继续联合了其他的组织 因为在上海逾越风暴以后 夺权是一个潮流 中央的媒体也在宣传 造反就是要夺权 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就发生了夺权 夺权以后 一派抓住权了 一派没有抓住 那两派就争论了 那一派就说126夺权好得很 这个就叫好派 那么另外一边就讲126夺权好个屁 那么就叫批派 当这个这个是普遍的 就是在夺权以后造反派发生分裂 但是周恩来其实对这个很不关心 他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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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这个 他就是说江苏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来 然后去了以后 他的方案实际上就是要让江卫青 就原来的省委书记 就是江卫青写一个检查 然后公开亮相 最后就成为这个过渡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 那么这个当然就遭到了夺权一派 就是好派的有抵触 但是这个抵触 后来中央拿出他的权威以后 周恩来就是说 这个就是中央的决定 对吧 那么这样也就压服了 但是后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二月利流 也就是说原来要是按照周恩来的这个方法 就是江苏有夺权 但是是一个假夺权 就是这个江卫青的这个系统 还是在维持下去 只不过是加进去一些军队干部的代表 群众组织的代表 起一个监独作用 对吧 这是一场就是所谓的这个夺权革命 那么那后来实现军管是因为出现了二月利流 那么在二月利流的过程当中 按照张春桥给毛的汇报 就是在这个怀仁堂的这个争论当中 总理和康生同志是立场动摇 那么这样就周恩来他就很被动 就是他不能在所有的问题上再坚持自己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就就是中央文革的那一批人就开始提出他们的对案 就他们要有一个新的这个就是关于江苏政权重组的这个这个计划 那么很显然是出于一种折衷 对吧 那么最后最后没有采取周恩来的方案 也没有采取中央文革的方案 就对江苏实行了军管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从就是周恩来干预夺权开始的 但是进入我们就发现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文革当中 你会发现跟高层的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强的关联 然后你也会发现是一些偶然的事件 会一下子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 那么第三个文章是继续讨论那个1967年夏天倒许的运动 但是这个这一次就是更多的 就我们在过去只是谈这个群众组织和军管当局之间的冲突 只是一个单向的这种对抗 那么我们就是在后来的这个接触当中 就发现就是对材料的很有访谈 就发现实际上群众组织不是铁板一块 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 那么在军队当中就出现了这个南京空军 然后在这个就是江苏省军区和大军区在这个八月的这种不一样的立场 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另外我们还发现就是实际上 因为在那个六七年初提到大联合的时候 就干部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力量 因为在那个文革初期是打倒走资派对吧 是一股风把他们推倒了 但是后面大联合就毛泽东提的是三接合 那么这个里面要有军队干部代表 要有地方干部代表 要有群众组织代表 那这样就是地方干部代表 在这个大联合的过程当中又有了一个 不是说翻身 但是反正就是他有一个重新起来 他又变成了一个 就原来是一个否定的力量 现在又变成了可以加入革命队伍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些干部 他也因为自己的选择分成不一样的立场 对吧 不一样的派别 也卷到里面 但是总的来讲 就后来发展的趋势 就我们知道南京地区有好派和匹派的斗争 那么原来军队在没有介入之前 他是一个中立的 那么原来这个干部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之前 他也是中立的 但是后来事实的就是慢慢慢慢的发展 经过很多很小的这种事件冲突 然后最后形成的格局是 变成了好派和干部为一方 地方干部为一旁 然后这个匹派和军方为一方 变成了这种同盟 变成这种同盟 然后是因为有这样多重因素的推动 才会在六七年的夏天形成一个全面的倒许 那么在做军队的内部的分歧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追究这个人事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军队的就是南京空军和江苏省军区 他们那个选择 其实是跟武汉事件以后 红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关 就是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 那么红旗他们提出就是揪军的一小撮 那么把矛头指向各个大军区的司令 那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就是军队内部的干部也面临一个重新站队的问题 那么就是这样子 导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第四个是谈大联合 因为这个大联合在这个目前的话语里面 就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吧 就是因为前面都是动乱 对吧 那么现在通过大联合搞了这个各委会 然后各委会又是三结合的 那么这样子就把这个群众运动 就是文革就开始结束了 对吧 群众组织 就是在大联合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群众组织不再有合法性 就是你不能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在互动 为文革唱战歌的就说 这个是很好 大联合很好 对吧 三结合提供了一种理论创新的模式 实践创新的模式 那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阅读材料的时候就感觉到 这个大联合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的专政 军人的专政 那我们就会仔细地去研究 在南京的八月岛许风潮停息以后 再次到北京去谈判 然后中央怎么干预的 那么这个故事很长 就是差不多有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那最后达成的结果又是在中央的强力的触合下 形成了以许世友为核心的江苏省委 江苏各委会领导班子 那么这个里面包含了地方干部 也包含了群众组织代表 是一个三结合的班子 但是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 第一 这种不是说毛主席一说大联合 大家马上就联合了 不是这样的 是经过了反复的谈判 反复的争论 然后是在中央的强力的触合下 形成了大联合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联合原有的那些矛盾并没有解决 就是军队和地方干部之间 造反派和军队之间 各个方面的这些矛盾都没有解决 他只不过是压在那个地方 那么后来各委会成立了以后 它的发展是68年成立了各委会 然后很快的就经历了轻队运动 那么最致命的一个就是在南京地区 后来在1970年到1973年 发生了清查516的事情 那么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 实际上看到的是 这个就是军方 就是这个各委会 他名义上是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但军方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 然后在后面的那个长期的这个持续的运动当中 他实际上是把那个原来结合的那个地方干部边缘化了 而原来结合的群众组织 就造反派投透 全部清洗了 有的被投进了监狱 有的在这个单位 在单位内部接受群众专政 那么也就是这样 就是权力 各级各委会的权力最终集中到军人手里 就是这个才让这个矛盾有点消停 也就是说他解决矛盾了 但是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一种强制性的 那么他可以压住一段时间 但是一旦新的机会来了 那么他所压的这股力量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弹的力量 再下面的这个就是在讨论 如果这种大联合是一种军人的专政 那么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这个后果在1974年爆发出来 因为1974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大的运动 叫匹林匹孔 那么匹林匹孔在南京 他有他具体的形态 那么这项研究可以进行 是因为为了推动匹林匹孔 当时反军的各种势力 故意的把内部会议的一些资料公开的印发 所以当时这一批材料流传的很广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访谈对象当中找到了一个 当时在省各委会和省委担任相当级别职务的人 那么他可以参加所有重要的会议 而他就是对这个 就是他当时是一个年轻干部 是从造反派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 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结果他每参加一个会议 他都做了很详细的记录 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 哪些人参加 谁说了什么 谁说了什么 最后形成什么决议等等 那么这个笔记本 就是他1974年的笔记本 一共有12本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档案 就是他关于那些会议有很完整的记载 那么这样的材料和当时留下来的其他的材料 我们可以复原74年的南京的匹林匹孔 那么简单的讲 这个是匹林匹孔是什么 匹林匹孔实际上是对前面军人专政的一种反驳 对吧 反驳就是你 因为原来的权力都集中到军人那个地方去了 三结合 结合进去的那些地方干部 全部被变远化了 造反派都被打成516 关到牢里面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带来了潜在的动力 所以当这个匹林匹孔运动一来 南京地区的人 就是这些反对军方的人 对匹孔完全没有兴趣 那么他们要匹林 那么匹林是什么意思呢 匹林就是匹对军方现在管的人 因为这个许事有跟毛泽东的关系很铁 就是这个是南京地区的一个特别的 就有很多地方是在这个913事件以后 军管当局就被这个地方 就是地方干部取代了 但是南京地区呢 因为许事有跟毛的关系很铁 所以在913事件以后 他的权力不但没有被削弱 反而得到了加强 这也就是这个他军管的时间越长 积累的矛盾越多 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矛盾 那么这样就是很简单的说 就是南京1974年的匹林匹孔 他实际上是各种反对军队的力量联合起来 最后把军队的这个统治推翻了 那么中央也对这个 就是中央呢 是在毛泽东 在这个文革初期对军队是很倚重的 那么但是在林彪的那个913事件发生以后 毛泽东开始有意识的收缩军队的权力 就是让军队的这个干部 慢慢慢慢退出地方 重建地方的文官政府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后来这个南京74年的这个运动 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因此中央后来也对这个 对这个这个 匹林匹孔的这个表示支持 而且是由中央在1974年的11月 就把这个原来的在地方上掌权的军队干部停止检查 然后把权力交给了救生委的一批干部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比较多 比较杂 那么有一些细节可能大家不一定很了解 那大家也没有必要了解那么多 对吧 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去看 就是我的研究是有什么意思 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呢 作为历史学家来说 就是历史的真实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 对吧 那么那当然你要发现细节 你就需要持续的努力 那么这个是讲的下苦功夫 但是你实际上你怎么样选择你的那个研究视角 对吧 怎么样去开脱一个新的面 你还是要有一个问题意识 然后你还是要有这个理论的素养 对吧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你对 你对一个 就是你的这种实证性的研究 和你在理论上的这种探讨 是两个并行的 就是在个人的研究当中是并行的 那么就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情况 就我们对这个社会冲突理论的提出来一些质疑和拓展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的发生 是跟单位内部和地方上的固有政治生态有关的 因此造反的动因有很多种解释 不会只是一种 不是说一派是受益的 一派不是受益的 那么他们之间就打起来了 事实的情况不是这样 那么包括什么造反派 保守派这样的概念 也是你要把它放在特定的语境下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 像南京这个长江红旗 你说它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 对吧 你如果从长江厂内部的情况看 它是非常典型的保守派 它就是在厂党委的扶植下起来的群众组织 但是它在跟南京市委的斗争中 它是造反派 它后来就是跟外面的联盟 也是联盟的造反派 所以这个不是 其实你不能简单的用造反派还是什么 你关键是要看为什么造反 造谁的反 那么第二个比较大的方面 就是我们讲社会冲突理论 它基本上是考虑了 就是考察了从66年到68年这一段 然后对以后它不太重视 那么所以它没有看到派新斗争持续存在 它的动力是什么 那么我们的研究当中就很明显地感到 第一个是文革理念本身的含糊性 就是毛泽东说我们要搞文革 但是怎么搞文革 对象是什么 它从来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 对吧 那么这样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那么第二个因素 就是这个地方的群众运动 我们多次地看到 其实当矛盾出现的时候 中央有的时候是会干预的 但是这种干预 它也是没有一个一贯的路线 它有的时候强调这个 有的时候强调那个 那么这种不规则的干预 就会造成这个形势逆转 而且不可预期 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这个 那么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叫政治的模糊性 就是在政治的模糊性下面 大家要做选择 这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这个选择实际上是很盲目的 对吧 那么这样就造成了 这个必然的造成群众的分裂 干部的分裂 这个我就讲的社会裂痕 群众派行冲突持续存在 是因为不光是群众组织内部有派行 我们刚才提到了 军队干部队部也有 地方干部里面也有 然后你如果认真的去考察高层的政治 你至少可以发现周恩来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和中央文革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你这样你就会发现你看在中央一级有不同的声音 在省市一级有不同的声音 在单位内部有不同的声音 三级的东西里面都有不同的声音 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矩阵 对吧 那么在这个矩阵当中 每一个因素变动都可能带来全局性的影响 对吧 那么这个就让文革就变得非常的没有理性 就是它非理性的发展 是因为这个矩阵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对吧 然后这个矩阵又是这么复杂 然后里面每一个因素都会引起这个变化 而且有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这个派性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它在这个 你在每一个潮流变化的时候都要引起一个新的选择 对吧 一个新的运动来了 现在主流是什么 然后每个人重新去选择 这样不断的进行选择 它会让原来的 就是我们说如果在文革初期 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在文革当中受益了 那么它拥护现体制 一部分人是反对的 但是我们你会看到在持续不断的这种选择当中 最后交叉就出现了 交叉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讲的认同时代不断的变化了 那么从一个更广泛的视野上来看 用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研究文革 它的重要性在于揭示文革确实是很复杂的 对吧 就是我们讲它群众运动的形成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那么你这个时候 以前我们很多简单化的解释 对吧 一种就是妖魔化造反派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群众运动 就是有一些坏人在 对吧 就是中央就是有四人帮 林彪四人帮存在 地方上就是这些造反派坏头都存在 对吧 那么这是一种简单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简单化的 就是那都是毛主席搞出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搞出来的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的讲解 就你会发现不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跟地方的和单位内部的生态有关 所以它群众运动一旦形成 它就带有一种自己的动力 带有自己的动力 那么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毛没有责任 就是我们说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一些 像那个混沌理论说了 就是说一个蝴蝶在巴西山弄翅膀 后来引发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风暴 那么这个是关于精英政治研究和群众运动研究 一个很好的比喻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说精英政治研究 它的主要的研究对象 研究的主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煽动他的翅膀 那么我们研究的是在后面放大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但是你最终毛对文革还是要负很大责任 这是因为他是那只蝴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